国庆宴会十何暗时在台南暗并登场 台湾市政府今年增加四孔 两万七千发的宴会 时间等到达九三十三分钟 五十万人在庆典看宴会 感受美丽也做回庆祝 今年国庆宴会下来多年 在十何月报四点开始 晚上八点登场 两万七千万发宴会 在晚上美丽失望 总统率阅上的问题 在地书时表辞 台南是台湾日子的起点 算在台南办演会是真有意义 请起炮 2020国庆烟火在台南 国庆烟火请起炮 请释放 转动希望 台湾起航 台南成功的故事 这是我们台湾的缩影 今年台湾守住了我们疫情的防线 也稳住了经济 现在大家一起来出游 我希望大家多来台南看看 多来台南玩一玩 来享受我们台南的美好 台南市市政委员体表示 今年烟火时间等到33分钟 有机会有超过42万人来安平看烟火 非常感谢各界的支持 让我当办了非常精彩 50年来第一次的国庆烟火 今年是2020年10月10日双十节 国庆烟火 从2000年以后 国庆烟火开始在台北市以外的地方举办 我们判了20年 终于判到了 非常感谢总统 非常感谢游院长 非常感谢各位长官的预程 使得台湾的第一个城市 台南市终于能够举办国庆烟火 我相信在场超过30万的民众 大家都殷切期盼 所以我要祝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国庆烟火成功 另外一个两点 是400家MRT的无人机表演 白雷出安平告白 台湾尊新共好的当友 并好人今年国庆主席和都元的赏银 民主台湾自行政行丁主帝 投了一场精彩科技演会表演 记者陈家生安平区 彩虹宝德